7月17号,中国航天员入住空间站满月 从布置新家到吃播,太空一家人刷屏中国社交网络 这家太空酒店也持续引发各界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,住在空间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? 据悉,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足够大 配备了三个独立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作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太空旅客 航天员进入核心舱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布置新家 由此,各种开箱视频也火爆网络 空间站的设计非常人性化,设置了生活区和工作区 本次太空旅行,航天员们就实现了睡觉自由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睡眠空间,拉链一拉互不干扰 还实现了从站睡到躺睡的变革,睡眠质量大大提高 舱内还专门配置了健身房,安装电子设备,穿戴特殊马甲 此前,念海胜就表演了一把太空跑步 还有太空自行车及各种拉伸设备,航天员有充分的运动环境 免疫食为天,太空厨房及就餐区自然必不可少 中国空间站为航天员配备了鱼香肉丝 公保鸡丁等120多种航天食材 就餐区还配置了食品加热、冷藏及饮水设备 还有折叠桌 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下,站着、倒着、躺着 航天员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核心舱还是有包裹式淋浴间 航天员手持喷枪就能把自己擦拭干净 解决个人卫生问题 此外,中国空间站还装备了移动WiFi 有了WiFi,航天员就可以利用移动终端和地面工作人员、家人等进行沟通 包括视频通话 有了WiFi,这里才是快乐星球